郡王 你有病啊 你有什么病 这摩洛族的圣女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话这么气的吗 本王身体确实是有些虚弱 这事京城不少人都知道 那我摸摸你的手看看 我有些医术的 只不过我们那边的医术 跟你们这边不一样 我要看看你左手的掌心和手指 你快把手给我 我看看 看得出来人家姑娘对你的热情了吗 既然一见钟情 赶紧勾搭上呀 你们要是勾搭上 我提和离就简单多了 我家王妃也懂医术 还是让王妃看看 本王的手有多冰吧 萧兰渊的手竟然这么冰 她都穿得这么厚了 旁边还有烧着碳煮着水的小碳炉 将要九月的天 净冷得跟冰一样 萧兰渊 撒手 王妃是不是觉得 当着外人的面有些不好意思啊 海姑娘应该不会笑话我们吧 天啊天啊 莫罗神 君王笑起来竟然这么好看 我不会笑话 但我会吃醋 君王 你今天请我过来玩 不是喜欢我吗 这么直白的吗 对啊 萧兰渊 你不是对人家一见钟情吗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你看 你现在也有中意的姑娘了 我成全你怎么样 我们和离吧 傅兰宁这句话刚说出来 红浊和粉星 一人端点心 一人端茶 刚好走了过来 王爷喜欢上这个海姑娘了 这让王妃伤心了吧 要不然她为什么要挺和离呢 我怎么能这样 我来当君王妃吧 她竟然想要和离 怎么 你觉得本王是你招之计来 挥之计去的吗 你需要的时候 就当家拦下本王的马车 说要当君王妃 不需要的时候 就说要和离 傅兆宁 成亲可不是那么儿戏的 特别是本王的情事 反正我们现在还没什么关系 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之前就当是合作了一场 现在各取所需了 好聚好散 本王可刚成亲几天 还是娶了那么破落的富家女 这就已经够丢脸了 要是没几天就和离 那满京城的人不得笑掉大牙 想和离 不可能